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2016开春以来地表特别蠢动不安 特别是在强震过后 大家都想知道 我们住的脚底下的这块土地安全吗 今天我们带您看到根据内政部的资料 在新北市居然有这么一个行政区 三灾其轰炸 地震 水灾 土石流 它都有份在哪里呢 今天带你看进去 当然 接二连三的这个强震 震出来什么问题呢 顺向坡的潜在危机 今天我们要带您看到台北小城四千人的怒吼 为什么他们怕什么呢 更大的威胁原来是他们的邻居 除此之外 顺着这个怀疑追进去 廖老师要透过3D的立体图 带我们换一个角度 仔仔细细的为大家来检视台北盆地的周边 哪里可能是潜在的危险区域 仔细看 可能我们自己亲友就住在这几个区域 除此之外 我们要带您看到是 小年夜那个晚上 台南的强震 那么天摇地动一阵 怎么远在300公里外的天龙国台北这个地方 上千人居住的大楼 他们各个夜不成眠 离这么远 地震有这么严重吗 在台北 我们要告诉大家原来站在脚下 藏着一个天大的危机 今天在我们的录影现场 为大家请到是来自于我们社区的三位住户代表 透过他们亲自现身说法 看看他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今天欢迎六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体检居住安全 一开始我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 这么一震 震过之后 当然你要我掏出腰包买一间房子 安全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好了 强震一震 震得现在房市大家想过 我今天还要买房子吗 房价在下修的时候 我可以进场吗 静下 过完年之后 我们都希望股黄都能开出红盘 是 这个礼拜股市没有问题 大涨 但是黄市的话 现在景气扑朔迷离 看起来黄市要好的话 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看得这么悲观 蔡总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财经专家谢金河最新的看华 是 他说黄市跟股市一样 现在民众在问 黄市何时是一个落底 我还可以进场去买 但是问题是 股市都是这样 你那个落底是要有人出来 要有人买 要有量 对 量是这样的先行指标 那我问你 现在黄市是一个无量的状态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将棋被打破 没有嘛 大家就将在那个地方 所以谢金河想说 黄价要真正的触底 必须要有人愿意接手大量成交 这样才可以确定黄价达到 这个只是初步的碰底 要碰而已 对 现阶段没有嘛 所以他悲观地说 黄市的下跌的起点 都还没有开始 这句话我们好好的琢磨一下 这听得很恐怖 连房市下跌的起点都还没开始 这样我找问一下 2015大家房市真的苦哈哈 度过了痛苦的一年 也下修了一到两成 那都不算数吗 其实也没那么悲观 以我的观察 我们现在上去 实际上登陆的网站 的确我们没有看到 全面性黄价下跌的趋势 但是黄市不是只上谈兵 你要去现场多看 多寻价 有时候这个低价 好的黄市便宜的买点 是怎么样 问出来的 所以双脚勤快一点 案子场定 多跑几个便宜的价钱 你就仿得到 高雄的一个建商副总 他说其实最近新的推案来讲 很多的案件其实有谈到 两成的一个跌伍 这就可以便宜可以买了 但是同业的默契 前阵子我们还不是讲 高雄的建商是什么 台面下是按降的 对不对 来阴的 所以有默契 同业之间不会说什么 大张琴棍说我这样降 我这个案子要降下 不会 然后他也很清楚 消费者现在来的 走嘛看一看 看一看 你没诚意 所以诚意 你要拿出诚意 就是我要降价降到你有感 对 你有诚意 你真正来问的话 我台面下就给你怎么样 价格就漂亮的给你 好 不管是台面上台面下 至少蔡总在这个说法 证实了一点 降价取量是现在进行式 真真实实的存在只是 它是隐性的进行 对 所以这个降价 才能成交 对 但是消费者一定要多勤快 对 去现场问你问 没错 好 我们就举什么 这个高雄 南北的这个房市的产品 大家都很清楚 有差异 对 到了高雄 大家要住什么 都是透天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南紫区的 这个黄仲的店长 他说 最近两三年建商 在这个高雄地区推案 每年都是2000副的透天 但是呢 随随便便都是在2500万以上 对 以高雄的薪资 你看有多少人住得起 2500万 排到定时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说法 是 高雄的透天 也暗暗的降价 只是说法还是真实 真的喔 有人讲说 不到1000万 就可以住透天 敢有贏 不用1000万 找到才算有贏 好 我们就 证实给大家看 我们来到那个桥头 对 我们先看这个案子 这个是差配 对 感谢100%的玩销 人家 已经全部都 裂了 你看喔 它的总价是 1188到1918 哎哟 你刚才不是说 人家的这要2500万 那现在 这是桥头 1188就住得到透天错了 对 但是还是要1000多万嘛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下 桥头 一样喔 这个是在桥头 桥头XX 你看 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 九字头 928万 已经完售了 这是真的耶 不用1000万你就住得住 我价格低一点 是 我怎么样 玩销的速度怎么样 更快 再过来 还有一个 当代XX 768万 已经什么样 完售了 有啦 这样有感觉 现在就是价格 你要降到一个甜蜜区 自然量就会出来 量出来 再来问说 它会下修到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但回过头来 下修是一个问题 我刚刚说 绝对不能妥介 是什么 安全 你要给我个安全的居住所在啊 好 我们回来台北 台北看的这个房子 又不一样 我们喜欢在捷印的沿线嘛 是 但是呢 有一个地区 有两条的捷印 对不对 那很好啊 但是呢 经过这一场的地震之后 大家更在乎的是安全 而不全然是一个价格而已 在哪里啊 这是个地方 新庄 新庄 新庄的房市 恐怕要出问题了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地区 同时有地震 淹水 土石流 一个地震 就让我们觉得震的七荤八素了 再加上淹水 又土石流 一个天灾 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对 三个天灾 三连花 所以 今天三连发的交汇地点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 都在新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内政部地震的模拟 对 你看一下 新北的话 最严重是三重半桥新庄 对 我们讨论过 讨论过 排第三 是 是 淹水 好大雨来的时候 它竟然排第一 你看 新庄是不是第一 对 好 再过来 你看 夏新庄的丹峰 这个附近 临近什么 林口的台地 是 土壤 比较松软 对 所以容易发生 土石流 地滑的灾害影响 所以新庄这个地区 尤其在夏新庄 有地震 淹水 土石流 哇 那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景气呢 就受到影响 最新的 他们的房价 比前年 下跌了11% 好 这个我们要再强调一次 今天内政部的资料 地震 淹水 土石流 汇整出来新北市新庄 这个地方 不过 新庄很大 不是所有新庄 要被强调 特别我们focus在夏新庄 为什么 紧临着林口台地 掌武功 三角断层 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地方 提出一个预警 回过头来 今天执行长在这个地方 站在卖屋 买屋的第一线 得 我两个问题要来追一下 根据新庄的这样子一个 先天上的这个所谓的威胁 会不会造成他房子更难卖 必须下修更多你才卖得掉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你讲到砍价 我们看到台湾 可能台北也一样 那种降价都按着来 其实已经悄悄开始 化名为暗 你怎么看 好 第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新庄这个部分 我想这是绝对确实的 因为大家现在真的想要买房子 当然因为台南地震 现在目前大家都还在这个 印象当中 所以我想大家现在绝对 不会去买这样的地点 要买绝对是买一个安全的地点 那绝对 因为资讯都出来了 以前没有资讯 可能不知道这么严重 现在知道这些非常严重的时候 绝对会避开 所以短期间 甚至不只是短期 我觉得可能是中期的 其中之下 这个地区 这些地区 新庄这些被列明出来的地区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跌幅 我绝对可以预见 应该是非常大的 那我继续追问 夏新庄 但是我讲 夏新庄的跌幅会有多少 这个部分 我只能讲说 因为目前 如果这样下去 可能量都会不见 那你真的要卖来讲的话 你要下修几成 我想可能会比一般的 这些大型重化区 可能还会大 因为不会有人敢去买 现在这个不会拿声明来开玩笑的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量 应该是看不太到的 那你现在如果真的要卖 你就可能非常便宜 可能变成是有人租 变成买来可能租人家的 这种市场 我想是非常小 所以警长的意思是说 今天那些量我就不出来 你再说什么 所以你讲量 我觉得讲不太出来 那警长 地震才过到现在 一个星期多 大家还余悸传 来买屋的人 是不是第一个优先考量 你不觉得那个风不一样了 开始问 安全 哪里是安全 结构 你房子怎么盖的 你有没有闻到那股风 有 现在的客户绝对都会 尤其你是不是在液化 土地液化区 那是有概念的 然后你是不是在断层带 这些绝对都会问清楚 甚至加上你这个房子的结构 你的耐症系数什么 这些都开始问了 所以这些我想以前可能 消费者在问 不会问到这些问题 可是最近的市场 绝对都会问 因为我想事情发生 大家都开始会注重 但这个台湾人也很健忘 我这个很实际讲 到底这个记忆 这个大家在意 会在意多久 我想我是实在 但是我想应该会蛮久的 但是我想 确实这些地段会影响 但是也要乐观看待就是 这些地段的其他周边 可能会反而是乐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市场 它还是有它的刚性需求 这里如果大家比较没来探寻 可能就在旁边 就我在周边 所以周边的房子 我想可能 我们也应该可以 审慎乐观的去看待 它的市场量 刚刚蔡总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要买房子 脚要勤快一点 多多去 到了暗场 你就有机会 让它降一层两层 当然可以 等得到这个机会 真的已经化名为暗了吗 降价这件事情 确实是化名为暗 因为 当然之前 建商已经有降一波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去暗场看 你有喜欢 你后面那个关刀 就拿出来砍 对不对 那建商绝对不会说 我先把价钱先降下来 反正我就等着 等着你来砍 因为第一个 当然也要考量到说 建商要面对之前 卖已经成交的客户 我也不能降得太过分 否则之前的客户 我想他也会讨论 那再来等于讲说 我现在我就等着你 你有喜欢 你不要来探价钱 你真的你有喜欢 你确实你是自助需求 你也诚意要买 那我想建商你好好跟他谈 应该可以谈到一个 不错的满意的价格 好 当然 钱能解决都是小事 安全这件事情 不只是地震 地震呢 下面我们考量到 昨天带大家看进去 就所谓的 断层带 你知道有没有盖对地方 你有没有买对地方 今天燕利亚带 我们看到断层带之外的 另外一个潜在危机 就是顺向坡 为什么要看顺向坡呢 今天有4000户居民 这么大的台北小城 这些军民他们怒了 他们站出来 他们吼什么 他们气什么 我们来看看 安全不能妥协 对 没有错 这个军相 事实上廖老师前几天 在我们节目里头 有特别分析到 其实双北市呢 有不少地方 确实是有潜尝了 顺向坡这样的一个危机 对 可是呢 问题是 明明问题就在啊 可是现在居然有建商呢 故意去忽略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打算在已经盖满房子的一个山坡的住宅社区 要来再盖新房子耶 顺向坡的附近 然后很可能危机边坡的水土保持的情况之下 疑虑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对 没有错 这是哪里呢 这个地方就是位在新电视桥信路的台北小城 那大家看一下居民到底在抗议什么呢 居民就举着标语说 台北小城住户坚决反对 开放建商在山坡地要来建大楼 而且呢他们还高喊着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们说呢 名日就是台北小城啦 大家想说 这一个白色的布条一拉出来 你一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问号 你住这里也住了40年 我来去这个家 你怎么 你好像有一种恐惧满到喉咙 你在怕什么啊 居民怕的问题可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社区主委提供的一些相关照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梁柱上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裂缝 裂缝是越来越大的 这都是台北小城他们住户居家的照片 对 居家的照片 而且是主委提供一张一张真实的一个状况 那更不要说第二张是地面上 也有裂缝 裂痕 出现了好几个裂痕 对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主委就说 目前看起来好像台北小城的外观 这个柏油路铺得还不错 很漂亮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主委告诉我们 其实过去几次 每次只要发生地震 他们的路面就会出现裂痕 所以等于是基础上 你不要看这一层非常漂亮 你如果把它扒开来看 里面是千疮百孔 对 那为什么现在的状况这么好呢 就是每次发生地震之后 那社区就会重新铺柏油路 铺柏油路 就看起来目前的状况还不错 但事实上 它里头的状况 它里头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 那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建商 他们就出来派胸部保证说 你们不用担心啦 反正呢我们是已经完全按照这个 相关的一个法规来行事 换句话说呢 因为我们盖的这栋新的大楼呢 是完完全全符合规定 你们不用有任何的一个担心 跟疑虑 你叫我不要担心 我怎么不担心 你还没来的时候 我的那个墙壁啊 地上都裂成这个样子 我都还修修补补 你现在来了loading更重 我怎么不担心呢 对 而且呢 居民质疑的问题是说 你要盖的这栋新的大楼 它其实位在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原来的公设绿地 那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观察朋友有稍微的一个概念 就会很清楚 这个绿地就是具有所谓的一个 水土保持的一个功能 对 那你现在呢 把我的绿地拿掉了 那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 包括下大雨等等 那好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这个绿地它像什么 它像是海绵 含氧水分 然后把泥土牢牢地抓住 你现在把这边全部都整理掉了 那我就很害怕 廖老师讲的上次一下雨 不就整个沿沉溜滑梯 那怎么办 对 而且我觉得建商 他后来发了一个公文 让居民更加害怕 因为他说 我们不只要盖新大楼 而且我们要盖的是温泉宅 温泉宅的概念是什么 我要找一口温泉井 找到很深很深很深 对 很深很深很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建商是怎么说 他说因为我们这边 景观实在是太好了 对 所以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地形 跟周围的一个状况 要来挖温泉宅 那现在呢 他们已经是打算了 就是二月份附近已经要开始开工 那三月到九月要来销售 那107年要来做一个完工的一个状况 所以下个月就开始要卖了 对 那问题就在于 就像刚刚讲的嘛 那你盖温泉 你就会挖得更深更深更深 万一呢下了大雨 或者是发生地震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台北小城盖好到现在 已经是超过四十年了 你陡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山地 经过长年的暴雨的冲刷基地 已经不能够在大兴土木 你现在要把这块绿地拿掉 盖一栋新的大楼 天哪 居民的担心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之前在讨论到这个土壤异化的时候 我说过土壤异化上面 盖了一堆的老房子 那不就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灾难吗 现在这个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 怎么办 有没有补强的方法 他们今天出来喊了 政府要听见 四千人住的台北小城 你不能够出事 今天我们在这里提出预警 好 所以我们也特别利用这个节目 希望提出预警 然后希望我们的中央政府 能够赶快解决这些相关的一个办法 好啦 那大家刚刚提到就是呢 其实税途保持的问题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跟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个列了一个大洞 真的是惨不远堵的一个状况 整个地表四分五列 这几乎是被扒开的情况 这在台南吗 哪一区 对 观众我一定会觉得一定是台南 小年夜 对不对 美农大地震 不不不不 你看 震成这个样子 这是纸张还墙壁 对 问题是这么情况的 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其实不是发生在台南 而是前几年发生在彰化 非常有名的一个社区 而且这个社区名字好美 它叫做江南花园城 江南花园城 这两张图是当年921震出来了 不然哪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地震 问题就在于也不是地震发生 地震造成 这不是地震 裂成这样不是地震 而是它也是一个 我们刚刚强调的一个山坡宅 那遇到了连续的大雨之后 被冲刷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像流风而已 头上闭到这边的 这整个泰流 闭到这边的 对 情况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居民是怎么说的 皇太太她就说 这个雨下了几天之后 脚下的土地就好像被流走 房子不停裂开 比921还要恐怖 那这个社区其实是有28栋 连户的一个透天社区 所以不只有这一户 我们只拍到了一户 其实它是一整排 一条龙的28户啊 对 其实很多户 它的状况都非常非常的惨烈 那刚开始呢 前一天的晚上只看到 这个巷子的地上出现 很小很小很小的缝隙 到了晚上这个缝隙 是不停的一个扩大 那马路旁边的电线 还能收到拉扯 电线就发出声音 咕咕咕咕 那夜里呢 他们也听到这个强柱 破裂整排啊 噼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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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听到声音 其实这个东西 裂出来的声音耶 对 这个东西裂出来 噼啪 噼啪 之后 搭档会紧张啊 趕快冲出去啊 冲出去的时候 就发现 房子倒了 房子倾斜 那这个时候 他们才发现说 原来呢 在屋外我们刚看到的 这个裂缝呢 居然是高达100公分 你看多可怕 小小的一个缝隙 然后三更半夜 在睡觉的时候 你听到大地在怒吼 地鸣的声音 你根本没听过 很低吼的声音 低频的声音 等你出来一看 裂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刚刚是 大地在生气了 而且这100公分距下 你知道吗 这是连一个小学生 不小心走下去 就会被立刻活埋的一个状况 好了 那这个居民 刚刚黄太太就提到 他就说 非常语代哽咽的说 我才搬过来一年半啊 那当初呢 买这个房子的钱 还是跟娘家借的 那这个200多万的一个贷款 不知道将来 到底该怎么办啊 发生了这么令人难过的一个事情 我们这个内容 看这个地方 你不要觉得说 你就要买到那 你就要买到那 那会不会 那你的事情 那不是他们的事情 是很多人的事情 为什么 我们进一步呢 要去追出更多的资料 原来像这样的危险 山坡地的房子 被列管的房子 其实有好几百户耶 对 而且这是一个 内政部营建署公布的一个相关资料 是2014年底公布的 全国山坡地住在列管的一个社区 大家看一下 全台湾总境是509处 那么其中分ABC三级啦 A级最严重喔 就是希望你立即改进 立即改善 还有这个生命的 财产的一个危险 我们看一下 在A级里头 新北市有一个地方 那么台中两个地方 桃园三个地方 苗栗三个地方 总境全台湾是9个地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ABC ABC三级加总起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新北市 总共有109个地方 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状况 很多109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不是509户 而是509处 里面最多的是新北的109处 这些地方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同样为大家一起到万芳 高中的蒂老师廖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进一步 带我们看进去 在台北盆地的周边 你可能住在那 可能你的亲友也住在那个地方 到底有多危险 这一处一处透过3D 你会看得更清楚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大地震 总是从板块这个开始 那么这个板块呢 上次我们有提过 然后菲律宁板块这样撞过来 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中部不断折取得非常厉害 而且有非常多的密集的活断层 向北延伸 这个地方稍微落后一点 它的断层带没有那么密集 可是在台北 我们有一个三角断层 那么这个三角断层 从这个空中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位在领口台地 跟台北盆地的这个交界 这是它的南段 我们现在拉近来看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夏新庄 那么现在蓝色的这些县呢 是内政部他们公布的 土石流前世西 也就是说它会有土石流 发生的那种潜在的可能性 要提高警觉 是的 那这些范围呢 就代表那些土石流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这地方会是土石流 它的覆盖地区 老师 我现在看你的图上有一根 这是铁轨吗 这是哪里 这是高速铁路 这高铁啊 高铁刚好就是通过这里 在这个地方呢 它出来变成一个桥 然后再来就是在山里面走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顺向坡 顺向坡都往那边 所以你可以从角度上看来 顺向坡是往那边滑 而这些斑点斑点的呢 那就比顺向坡还要更危险一些 它是潜在的 会大范围土石崩塌的地区 崩塌喔 对 这是崩塌 就跟顺向坡来比较的话 这里恐怕危险性不亚于顺向坡 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 你看保安街二段 树林 对 那你就等于是面临的 这种大规模崩塌的下园 当然这个潜在的威胁 我们就是要相当的注意 所以这个土很清楚 这个土石滑下来的话 下面全部都住人 那真的就很安全 会比较堪雨了 那么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 刚刚有提到 我们台里周遭有好多的山庄 因为毕竟我们人口很多 土地平地是不多 那很多的房子就盖在这些高山上 红色的是内政部列管危险山庄 一级的 那黄色的是二级的 这是黄色二级 那么土黄色的这个则是三级的 所以这个鸟看图看下去 我们准备开始飞行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在我们从新殿安坑进去 要往三峡方向的这一个区域了 当然这些列管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来看几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 这个是绿野湘坡 我们放低飞行高度盖的秘密 你看看这些都顺向坡吗 是啊 那么它又盖在这样的一个 陡峭的山坡上 如果它当时的工法没有注意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是需要 难怪要被列管 老师 这个坡墨山庄呢 这个位置 也是一级的被列管 是 也就是说它潜在的安全呢 是比较勘域的 所以内政部才会去把它列管 这里面的延续山庄 这个看起来没有那么高 但实际上你拉进来看 它也是在一个比较陡的山坡上面 而且盖得密密麻麻 非常密 对 高密度 那么拉过来看 这边也是有校友的别墅 瑞士山庄 堪农 这是二级列管的 那么这些像瑞士山庄 其实这个蛮远的地方 也是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地上面 去盖这种高密度住宅群 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 从高空鸟看3D去飞的话 你真的很难想察平地 山凹的处处边边角角 盖了那么多房子 是啊 那么所以 不是说我们说 山坡地就一定不能盖房子 对 而是说你在面临到 这些山坡地的不同的地质条件的时候 我们的板块这样子挤压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雪山山脉 那么力道是这样来的话 雪山山脉它就一这样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顺向坡 把它贴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顺向坡 它也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这是顺应的我们的板块 推挤的方向 然后挤出来以后 它的折骤就是这样 所以顺向坡等于是一本书 一本书这样摆 这边就是顺向坡 那这边就是反向坡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顺向坡 它好像是平行带撞的 在这边分布 那么当然最严重的恐怕 就是这个地方 汐止这个地区 又是很多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山庄 然后黄色的这一块一块 通通是顺向坡 你看 非常的高度密集 然后这里却又盖了 什么老爷山庄 长青山庄 国家公园别墅 然后还有呢 这边还有 因为它很陡 所以这边还是土石流的 前世西被标注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想要更好的view 更幽静的山区时光的时候 那个安全 其实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绝对不能打折 我们今天cue给大家看 这么多地方 真的是告诉大家 生命无价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很清楚的 透过老师的3D Google Map的图 你去飞一遍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在深山里面 有这么多顺向坡的社区 我们今天提出来 要告诉大家 真的要提高警觉 生命无价 绝对没得妥协 换言之 进一步严厉的来告诉我们 今天 我可能不是住在山区 但是我们家 我也会担心 它有没有问题 我刚才有讲过 所有建围支柱 都是从小小的缝 开始慢慢 不要成一个大灾难 对 没有错 特别是在日本 发生三一大地震之后 台北市政府 就跟这个建筑师工会 然后土木济师 等等三师 他们编列了一本手册 叫做 你说这本册子里面 等一下交给你的一条 一条一条guidebook 是三师会诊出来的 对 然后要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自我检测 知道自己家里头的状况 到底好不好 是 我们挑了几个重点 帮观众朋友 做一些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安姐 你就要从一楼开始 那一楼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梁柱 梁柱如果它的裂缝 是呈现45度角 这边 45度角 而且裂缝越来越大化 这就是严重 严重 非常严重 那更不要说 一楼的外墙 它是损坏 然后有这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剥落的一个痕迹 那就完全是 不安全的一个状况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那里面交钱塞 你给那个短膜 冷气盖 你就要踩坏 一定要从一楼的梁柱 往上检查 慢慢慢慢检查上去 第一个Q的点 45度角 如果有这样的裂缝 裂上去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二楼以上 二楼以上 其实它的检查的方式 还蛮清楚的 包括你是不是有这个门窗变形 大家看到一下这个照片 差不多都往外凸 然后这个左右倾斜了 那更不要说 混凝土也是剥裂 然后这个外墙 是有一些交叉裂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你的外墙 裂成X型的话 真的就很严重 好严重 我跟你说 这个房子 你看这个马赛克砖 这个是到处看得到的房子 这种区域性的斑驳剥落 我们其实也觉得常常看得到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市井 保命密码就在这个地方 他列给你看 你赶快就要补墙了 对 其实这个部分 很多官朋友会遇到 而且大家会轻忽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这个柱头 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交叉 裂缝的一个状况 一样是在柱头 然后又是门窗的一个附近 我们圈起来这个地方 就是梁跟柱子接的这个位置 这个特别重要 对 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 特别容易发生在中南部 很多透天处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这张照片 也是这个梁柱 它45度有一个裂缝 而且这个裂缝也是靠近 门跟窗的一个部位 这一丢一丁的胸皮 从外面看到里面 从一楼看到楼上 都是我们居家 刚才看到里面在天色变亮了 直直细细去检查一下 对 再来我们要请献哥 带我们看到 这实在是 真想你就想不到 为什么 小年夜那个晚上 台南 郭江云应该是正央正确 人口是美农 美农在大地上 台南当然非常的严重 怎么会远在两三百公里外的 天龙国台北 站的这个地方 一户非常巨大的 载体很大的大楼 住了一千多个人 大家拼在楼 不太大 住在里面 他们在怕如何 俊相 我们前几天刚好要讲过 这个五分埔的拆建户 是 他们度过了一个无住的一夜 不过距离这个拆建户 七百五十公尺的地方 有一栋大楼 叫做永顺大楼 他们也是在那一夜 度过了惊慌的一夜 你知道地牛翻身的时候 那种惊慌失措 那时候是惊慌到 叫天天没人 叫地地没人 你刚才说到那时候 拆迁户 我们五分埔 八户 八户是一群人 不太多的一群人 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是 这么大的一个载体 里面住得不安心 对啊 你看外表都很正常 OK啊 它其实最主要 他们担心的 不是在地表上面 而是在地下室 地下室怎么了 地下室在民国85年 它的地主 它就把原来的叫做 防空避难空间 它把它改成为 所谓的停车空间 规划的去申请 申请以后还无所谓 它不仅仅是停平面 它还把一层 变成夹层 变成一个台北市最大的 双层地下室的大维建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 你以为说本来就是 应该长这样子错了 这个是避难空间 就是一旦发生事情 所有的住户要往这个地方 来集中避难的 对 你看看这个辖城以后 每天上面可以停100部车 一部车1.4吨的话 每天就停140吨在上面 我们来看这个住户 潘先生他讲 他说我们这一栋大楼 是民国70年建好的 民国77年的时候 地下室 因为那叫做防空避难空间 就租给松青超市 松青超市就一直营业 营业到民国85年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 那地主就把它改建为 所谓的停车空间 然后变成大维建 那我们知道国内 我们的法规台北市 有一个规定 如果民国84年以前的维建 叫做老维建 84年以后的维建 你如果去检举的话 应该是急报急差 对不对 真的大家有点概念 我们在讲那个鼎家 有没有 鼎家维建都是以84年 12月31号 当民的分水嶺 没有错 我们都很有概念 台北市民都知道 但是他们一直申请 都没有下文 台北市政府那是人敢换 到今年的4月 终于有下文了 说要差了 但是要差之前 又不差了 怎么要差之前又不差 你明明是85年以后 当然急报急差 他们现在最烦恼的是什么 市政府来摸摸头 希望什么 让他就地合法 所以今天 已经叫你来会开吗 也确定是85年以后 改的 结果你没听到 已经参加了 再来就地合法 就像 我们再到里面看一下 到底他能不能就地合法 只要有没有 这一楼 结成两楼 两楼的中间 它是用剃邦 剃邦是什么 它本来如果是用机械停车位 它就比较安全 是 它是整个二楼 用那个钢梁以后 上面铺铁板 然后这个车子就可以直接上去 在上面跑 里面有100个停车位 那这样的话 你看它承受的重量有多重 因为你那个剃邦 你要整个都停了 你要靠柱子去夾那个垃圾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柱子 柱子是这样 它那个条子里面 弄八戟的柱子 八戟的柱子 这边两戟 那边两戟 那边两戟 现在已经剥落了 对不对 你看看 而且 而且 它这不是拼鹅吗 是啊 它是伤道结构 它们有请来鉴定 这里面还有部分 是有海沙污的成分 你说 你说这原本 天生不良 海沙污 对 结果你又护得到 里面密密麻麻都搭车搭摩托 对 所以说穿这种 我像市政府也很奇怪 到底要考虑说民政大 297号 一千两百人的生命更重要 还是说搭一百台车的人的管理更重要 这座社区听到这些地方 可能你会感觉 哇 怎么这么夸张 等一下回来 我们带你们直集这个社区 我们带着镜头去拍 你就会知道 他们为什么小年夜那一天 住都不敢住了 不要走开 小年夜的强震 台南震城这个样子 没有想到300公里外的台北市 就在永吉路跟松信路口的永顺大楼 一千多人住的大楼 大家不敢住 拼得拼 为什么 原来脚底下藏的这样的危机 我们带你去看 921的时候也就有毁损 但是921的时候 他毁损在这个梁柱上面是补强过 但是目前是被包裹在里面 我们看不到里面有没有毁损 所有的梁柱都被H钢琴所包住 那我们就不晓得到底有多严重 而且他是把我们 这个因为支撑这么多 所以他把我们那个梁柱全部打坏 你懂我意思吧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梁柱是因为这些行钢打进去我们的墙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上面都创造出来 要容纳将近100辆的车子 这么重的一个重量 它就打进钢梁里面 你们很担心它破坏的组建构了 当然那已经破坏到66% 这是市政府的分析 只有我们的案 我们都有证据 66%是什么意思 危险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份呢 是住户他们出示给我们的 他们都有带着非常多 18年来到处陈勤 要到的这些公文书 这个是台北市老乌健检计划的初步判定的公文书 公文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提检之后发现了 这一份公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结论是 这栋大楼的危险度评分66.31 换言之 你们根本就是每天眼睛一张开 开始睡觉 根本分分秒秒活在恐怖提心吊胆之中 这是因为我当主委 最后我请那个我们的总干事 然后正好我们的市政府 有这个很好的给我们很好的优惠 所以我们免费见检 好 政府都来免费见检 看得出66%多 还不够危险吗 18年为何奈何不了他 我们再来看看 刚刚说所谓的打进了主钢梁的 可怕的建构在哪里 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潘大哥 这个都是 全部是打进去 你想想看这个 都是打穿的 这个有多危险 这全部是对穿的 穿过我们的钢筋 穿过我们的钢筋 柱梁 台北市也有来 三大金字工会也有来做过评估 它有危险疑力 住户的惶恐不是没有原因的 各位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看 这一根柱子到底打进了几根钉 来 一 二 来 我们请镜头再绕过来 三 四 已经四根钉了喔 再绕过来 五 六 打了六根钉了喔 七 八 一根梁柱打了八根钉子进去 那个强度它还复杂得了吗 别忘了 头顶上是一百步的轿车 在上面压着 叫他们怎么睡得安心 你看 哎呦 手一拨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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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很严重耶 各位 我们在台北市最大的地下围健 看到了住户带我们看到这么多问题 越看越是心惊胆战 而在我们这个所在的现场 思维也来了 思维告诉我们 光是这根柱子 他们刚算了一下 十二根钉子 几乎要打穿它 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如果今天要做柱子 来做结构补强的话 其实不可以直接钉进去 因为钉进去 这一根柱子指纸的时候 楼上的那个 而且楼上的承载 只是用过去的计算 那你现在多了这一层 这么重 它直接钉下去 这根柱子很可能 会哪一天就暴力 然后这么大就垮了 会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有可能 因为上面车子这么重 而且你车子在过去的时候 告来告给 其实它的力量是满大 那这样子只是钉进去而已 其实这个很薄弱 它只是钉在这根柱子 那这根柱子承载了 这么大的楼地板 而且还有楼上 那个十几层楼的房子 都在这根柱子上面 所以如果没有经过 结构设计的补强 或者说结构设计的精心计算的话 这个你有问题 柱子崩坏是其中 最大的危险之一 那十位在这个地方 还有看到了什么样的危险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消防 其实我们看到地下室 这么多车 那至少就要有一台车 上面都有一个泡沫灑水机 万一车子烧起来的话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个感知器还是要连到 那个整栋大楼的中央的控制系统 然后让整栋大楼确定说 如果地下烧的话 楼上知道该怎么去逃生 可是这个地方变更非常的困难 好 那讲到了这个消防 其实对住户来说 一部一部车子 200部车子就是200个气缸 200个气缸 200个油缸 那就是一颗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我们继续要来去楼上看看 今天刚刚我们在楼上看到了 这个洞 带我们去看一下 是 这个也是一个通风口 这是限停车人于不易 因为其实通风 它是要强制排气的 或者是说至少要有风去转 因为任何一台车在那边 就会自杀它的废气 跟一氧化弹 二氧化弹 那这个必须要在定时时候开启 然后把这废气排走 至少停车场才能够安全的来使用 可是这看起来 这看起来非常的不安全 就是因为这样子 万一发生火灾之后 会变成所谓的烟囱效应 它无法正常的开放 关闭那个排风口 而且万一火灾之后 我们看到了面面向下 我们将心比现在那样的收 较早上也是大顶头的住户 晚上睡得好吗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邀请到三位的住户代表 小姐 刚刚说家里不敢住 是因为地下室而已吗 当然不是 家里头你就看到那个墙啊 梁啊 到处触目惊心的程度 来跟我们说说看 是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 我很严重怀疑就是地下室的 这种建筑工法 破坏了我们地基的梁柱 所以我们从民国八十几年 从他们盖了以后到现在 历次的强大的地震 我们家的情况 我实在不得 我很不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说 因为是公布我家的状况 我们家的横梁 已经有出现裂痕了 还有我们家的地板 大门进来的地板就隆起 房间的地板有部分隆起 客厅有部分地板隆起 这个听起来很严重 你住几楼 我们的七楼 我们家的厨房的瓷砖是剥落的 所以现在只要遇到地震 我马上起床来查看 不敢睡觉 这个持续了多久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从民国将近90年 这几个地震以来 几个大地震以来 我们 我都不敢睡觉 美夏玉矿 十几年的煎熬 那除了你家之外 同一层 对门的隔壁的状况怎么样 我没有去查问 但是我知道他们的 他们的阳台上面的钢筋 已经裸露了 所以阳台上面的水泥跟钢筋 是脱节的 钢筋是出来见人的 他曾经对门的住户的妈妈在这边整修的时候 带我去看过 我看得吓一跳 他们的钢筋是裸露的 阳台钢筋是裸露的 我不小心修补的如何 对 我们真的很为所有的大楼住户 抱一个怀怒心 该怎么办 政府要来做主 那我们进一步来请教一下 住户就是潘先生 一千多人 对 住在上头 潘先生进一步跟我们讲看 你原本期待柯P的台北市府 可以帮你们做公顷 那也认定就说 这个地方是违建 违建就处理 有没有拿出作为 居然没有 来说说看 你有什么话要对柯P说 柯市长 本来对记忆高度的厚望 可是昨天的协调会上 我一开始 我强调的就是依法行政 可是在议会当中 你们慢慢导音我们 去要两兆双方去协调 安全可以协调吗 市政府本来就应该依法行政拆除啊 为什么可以还再次协调咧 我们也再次给他们机会吗 安全是无价的 地下室的 找了宏信的议员 官说 原本可以拆除的 宿院在宿院 完了之后 又给他 要做补件的补照的动作 三个月之后 等等等等 你在这个地方指控议员官说 要有证据喔 这是他们的 开会通知单 哦 所以今天好 你们希望他全部拆掉 问题是 如果我是去买到了 这个停车位的人 我也觉得我很衰啊 对不对 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也缴了钱啊 零零种种 我们算过地下的车位 这一些所得 将近两亿元 你们提供的数字 两亿元进了谁的口袋 我们现在目前不得而知 但问题是 如果我买了车位 我也变被害人啊 昨天宏议员 有特别强调这一点 他们无辜 我们上面的人 更无辜啊 他们有请了 土木计事公会 来做鉴定 可是他们的鉴定 是只有针对 地下夹乘的鉴定 所谓的安全鉴定 是应该 所谓的 从12楼 一直到地下室 总共13层来做 安全的一个鉴定 嗯 他们只做 地下室的一个承载鉴定 那个 陈小姐的家里 都列成这个样子了 请问一下 楼上住户有做吗 有做吗 没有 你的麦克风给她 从以前到现在 这几年之间 很多的大地震发生过 大家都互相走告 家里面的损害都很难看 只是我们很多人 为了房价 不愿意向外说 甚至我们先上这个节目 我们的压力都很大的 我们回去如果开会 会被住户轰的 因为我们居然 把我们房屋的实况 向外公布 所以今天没有人要 家丑外扬 今天实在是考量到 卡在一个人命关天的 这个事情 好 那么最后 我请潘先生 你们中间的协调会 协调出什么结果来 你最后最后 你要给柯P 什么样的诉求 请他再正视一下 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 柯市长 你无权决定我们的生死 我只希望你依法行政 有这么难吗 这个土木鉴定报告 海沙的成分 离离子的成分 1.054 标准是0.3 超过几倍 这样子是 安全吗 三四倍 将近三四倍 地下室 车子重要 还是上面的住户重要 柯市长 醒醒吧 人民在新闻王 他们喊出生命的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 有很超过吗 有很过分吗 人命关天 大家一定会想说奇怪了 柯P你在这个 所谓的巨蛋的这个事件上 你对抗大型的建设公司 这么有guards 那都已经是违禁了 怎么迟迟看不出 拿出作为 中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还是美美嘎嘎之所在 等一下回来 徐清皇有他的独家内幕 不要走开 台北市最大的地下围建 就在永顺大楼的地底下 这么大的一个围建 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迟迟没有作为 就在刚刚录影之前 徐清皇 他打了电话到台北市府 说得大小些 结果也问出了一些 市府的态度 跟他们到底站在什么角度 清皇 我们不要先问台北市政府 这公文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发的 这边已经写了说 预期将依法强 执行强制拆除 这个公文市政府自己发出来 发文日期是1月21号发出来 理论上这件事情 已经从什么 从2014年2015年到现在 一言再延 一言再延 延这么久 我只想请问市政府 这个公文是 难道是精子吗 可以烧了吗 我想请问一下 第一个 这件事情违建在先 为什么可以让他先上 这候补票 他理论上他是84年以后的继承违建 照理说应该急报急拆 为什么可以不用拆 第二个我们讲要说安全 因为市府的官员 不是跟我们讲要说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可是既然是安全第一 第一的话 为什么用的是所谓的 所有全人出事的安全的证明 而不是找一个第三方 出来做所谓的安全的证明 为什么是相信 那个所谓的地下室 所有全人所提出来的 安全证明呢 那请问一下 住户可不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份出来 那是安全证明 到底有谁出来 才叫做有效 那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是 一言再言的结果 是你知道这么多人 住在那个地方 大家每天就是担心受怕 那为什么我们市政府 可以因为明代的介入 因为明代的关缩 然后让他不断的在展延呢 那当初大家讲好的就是说 所谓的拒绝关缩 所谓的公平正义到底在哪里 第四个 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是 今天我在问的时候 他们说 今天主持的 因为主持的是副市长 你打到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局势 我打到他们的维建管理科 对 那他们在讲就是说 副市长 这个协调会是副市长主持的 副市长也 他说他们达成了共识喔 他们说 他们跟这个住户达成共识 说他们住户也同意 不要拆除 可是今天我们明明 问住户的态度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主委你们要 展现你们自己的态度 给市政府看 这个很吊诡 你刚刚讲的这样 一份填膺 你们同意不拆除 那来上节目干嘛呢 我一开始强调是 依法行政 可是他们 把我们转个边 要我们去 要做以安全为前提 去做沟通 怎么沟通 我只说 你最大的限量 就是说 先停止上层的 停止使用 是 是最大的忍耐限度 对 因为你一拆除 会省害我们的所有梁柱 你有说出 可以不拆除之类的话吗 我有讲 可以不拆除 不是不拆除 而是 停用 因为梁柱不能拆除 你可以拆除 他的所谓的车道 秦皇这个有所谓的误导吗 市府真的协调会开成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 后来在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后面很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你这边是误导住户 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想拆除 他们都知道那边有危险 所以他们也想拆除 可是你怎么可以说 因为他们